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为吸引年轻人的主打产品 不过由于在创作上存在分歧且制作缓慢 奈斯泰德始终没能够画出一个可行的策略 因此反而即将离开CNN 我找不到答案 我会消失 我会躲起来 我会做出一些东西 让YouTube视频为我所用 奈斯泰德向万媒表示 我不认为我给CNN带去了自己的东西 我不想他们从我身上得到了价值 据说当CNN买下奈斯泰德的公司Beam时 后者的发展重点是放在及时和重要的视频和授权内容上 让创造者使用技术来找到自己的声音 Beam目前有员工22人 CNN表示将重新聘用团队内的大多数成员 尽管有些人会失忆 CNN计划继续开发Beam现有产品 包括一款未发行的新闻直播的APP应用程序 名为Wire